烦恼亲智慧者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修行 穿衣吃饭是修行 修行不执着 所以什么都好 不要把这些丝放在心上 让自己心上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叫真修行 真真是弥陀弟子 真真是尽宗的学人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每一天生活 随缘里头念佛 要求自己佛好不中断 一定要有这个念头 要求自己 现在不中断不可能 像过去 潭许法斯 在佛齐立开世 他自己举例子 他因为要管事 他是道场主持 佛修院的院长 所以工作很多 凡则事物很多 念佛 念一串念珠 都不得进去 一串念珠 一百零八句 为什么呢 才念几句 有人来报告 什么事情来了 就被打断 什么人罪于佛报呢 什么事都没有 这念佛 他可以能保持 念佛不中断 这世界第一等 大佛报的人 不但他能往生 他往生的品位 都相当高 那什么人没有佛报呢 多次的人没有佛报 那我们想想 这寺庙的指使人 对 指使人 主要知道 在正法时期 相法时期 末法的早年 佛法都还像个样子 真有人修行 那么指使人 谁来干呢 佛菩萨先生来干 那传记里记载的 最明显的代表人 寒山时德 风干火上 这三个人 是天台山 过青寺的义工啊 他们干的什么事情 是苦心的 别人不愿意干的 厨房里面烧火 到露宿 这寒山时德 他们两个人 风干火上 在对方 跟慧能达四样 聪明一点 这像谁啊 以后身份破路了 破路就走了 啊 寒山时德 是文殊不信 风干火上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厨房里 冲民 供养大众 身份破路了 走了 告诉大家 义工里面 有很多佛菩萨 让大家不敢 轻慢 对待 佛菩萨在实现